2022年7月5日 一份落款為全州院衛生健康局的文件在網路上熱傳 文件顯示 廣西全州衛生健康局 回應有人要求追究涉嫌、拐賣兒童一案 指其超生的孩子 向遊傳院統一抱走進行社會調劑 不存在拐賣行為 沒有流傳任何去向記錄 此事引爆大陸輿論和關注 登上微博熱手前10名 大陸律師表示 此行為不但行政違法 還涉嫌刑事犯罪 衝合大陸媒體報導 網上流傳一份落款為 廣西全州院衛生健康局的文件 時間是7月1日 該份文件為全州院衛生健康局 關於唐月英、鄧鎮曾信訪事項 不如受理告之書 告之書寫道 因為他們超生的孩子 是由全院統一抱走進行社會調劑 不存在拐賣兒童問題 更清 沒有社會調劑超生兒童去向的記錄 該告之書發布後 在大陸引發輿論批評 社會調劑一次 更上微博熱手 1990年 唐月英和鄧鎮生 僅一歲的兒子被抱走 家人苦沉32年 7月5日 全州衛生健康局文件發布 信訪事項不如受理告之書 內容指出 唐某和鄧某夫婦的孩子屬超生 當年由全院統一抱走進行社會調劑 不存在拐賣兒童的行為 文件更清 被全院統一進行社會調劑的超生孩子去向 沒有流傳任何記錄 桂林市委建委人員則證實 1980年代確實有相關的政策 導致書引發大陸輿論高度關注 警方表示已經立案偵查 桂林市委市政府指出 根據初步調查情況 責成全州縣對莫氏群眾訴求 行政不作為的縣衛建局局長 和分管副局長等相關人員停職檢查 內容顯示 全州縣衛建局稱 全州縣信訪局 在2022年6月28日 將唐月英、鄧振生 向廣西藏族自治區信訪局反映 要求追究高麗君等人 涉嫌拐賣兒童一案 要求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信訪事項 轉交該局辦理 告知書中提到 根據20世紀90年代 全區計劃生育工作嚴峻形勢 嚴格執行 控制人口數量 提高人口數值的政策 低違反計生法律和法規 和政策規定強行超生的子女中 選擇一個進行社會調劑 系縣委縣政府 根據當時區市計劃生育工作 會以部署要求 和全院嚴峻的計劃生育工作形勢 需要作出的決定 告知書稱 經核神、唐月英、鄧振生 超生的孩子 是全院統一抱走進行社會調劑 不存在拐賣兒童的行為 違辨於 和促進全院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 當時被全院統一進行社會調劑的 超生孩子去向 沒有流傳任何記錄 因此 全州衛建局 對當事人提出的信訪事項不如受理 1990年 唐月英、鄧振生夫婦 江門一歲的小兒子 在全州橋頭女店二樓被搶 她當時穿著花衣服 和自家製的布鞋 左腳裸有一顆紅痣 兩人拿著那個鞋 尋找兒子 找了32年 今年唐月英已經69歲 唐月英透露 她和丈夫 約有四男三女 共七個小孩 老大出生在1969年 失蹤的小兒子 出生在1989年 她回憶 1990年農曆七月初六 她帶著15歲的女兒和1歲左右的小兒子 住在全州縣城一家旅館裡面 當日上500點左右 突然衝進來三名女子 外面還站著兩名男子 我一個都不認識 他們從我手中搶奪孩子 我哭著、叫著 拼命護著孩子 但最終還是被他們搶走了 他們報警後卻沒有任何線索 此後的32年裡 夫婦倆都沒有小兒子的音訊 直到今年7月5日 這份告知書發出 據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許浩表示 即使按照當時的計劃生育政策 相關部門也只能 對超生者進行行政處罰 具體為罰款等措施 相關政府部門也沒有權把孩子抱走 進行的所謂的社會調劑 決策執行該政策的相關政府工作人員 涉嫌構成濫用職權罪 北京青年報採訪 江蘇法德東門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藍天斌律師 她表示 在現有法律框架下 相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是無權把小孩抱走 進行社會調劑的 這種行為顯然是如意職權的 是違反法律規定的 造成巨大的家庭傷痛和人間悲劇 相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涉及濫用職權罪 藍天斌稱 如果此事屬實 根據刑法規定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濫用職權 或者抬不職守 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區域 情節特別嚴重的 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因該事件發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至今已二十幾年 濫用職權罪的追溯時效限期最高為十年 這就有可能面臨超過追溯時效限期 不再追溯的現實問題 早在2014年 《中國青年報》就有 將人口進行社會調劑相關的報道 這篇被調劑了二十三年的人生 的報道中明確提到 這種將交不起罰款的超生家庭的孩子 交給單身人士領養的做法 被稱為調劑 在二十三年前的達州 是一種處理超生嬰兒的舉措 此外 財新雜誌的報道 肖氏棄而稱 2002年至2005年間 以計生部門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為由 強行普走嬰幼兒的行為 在湖南省回龍院高平鎮達到高潮 多年後因部分家長 涉而不捨的沉親 類似事件浮出水面 乃至波及美國荷蘭等國 對此北京務工律師事務所 主任北京務工律師事務所 最責問責 如果出現有執法人員 跟人犯子進行聯手 那麼 就不能按照普通續職罪來進行處理 因為普通的續職罪 一般來說最高益就是七年 如果交給人犯子 實際上已經是拐賣婦女兒童了 那法定最高刑是死刑 全州超生孩子被調劑事件 在大陸引爆輿論批評 社會調劑一次更想微爆熱手 有網友表示 或者只是說了真話 如果這個叫社會調劑 那麼拐賣人口就是正常的市場化流動 還有些諷刺說 個人抱走叫拐賣 政府抱走叫調劑 真是牛逼啊 調劑給誰養啊 不是就是拐賣 這個也能夠調劑 人權呢 誰將胡潤排行榜 前三名的錢調劑一些給我 某些團體做過的惡 一不小心就會露出馬腳 讓年輕人目定口呆 匪夷所思 這個新聞簡單震碎三觀 這個太離譜了 這個是不當處理信訪事件嗎 這個是拐賣兒童 誰知道裡面有什麼貓 誰知道孩子是被調劑了還是被賣了 將親生孩子從父母身邊 生生奪走 某這個是人性的卑劣是社會的恥 爭的來了大譜 搶孩子 官方搶孩子 真是牛逼 中國為控制人口增長 從1970年代末期 1980年代初期 開始實施嚴厲的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 並將此作為一項基本國策 長期僅允許一般家庭生育一名子女 直到2015年 先有限地放搬 允許已婚夫婦 生兩個孩子 以其減緩老齡化人口 給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的壓力 從2021年8月起可以生三孩 從某一些農村地區 甚至強迫婦女 大月份引產 對身心造成嚴重創傷 是中國計生史上一筆不血淋淋的 婦女苦難記錄 1991年 湊明超駐的八日無孩運動在山東發生 當年4月 山東官員 因為計劃增育落後被上級警告 時任院委書記的曾超喜 發起八日無孩運動 要求從5月1日到8月10日 確保全院沒有一個孩子出生 這三個月中 但凡懷孕的婦女 無論計劃內還是計劃外 第一胎 還是第二或第三胎 一律抓起來 流產引產 2008年5月23日 湖北胡雄市龍口鎮村民張文峰 在懷孕9個月即將臨盤之際 被當地計生幹部強行帶往醫院 進行引產 兩日後 張文峰被打催生針後失去知覺 醒來後 已經失去孩子 醫院沒有通知他的家人 孩子也不知去向 更可怕的是 幾個月後張文峰在做身體檢查時 發現子宮和幼卵巢已經被撤除 深受重創的張文峰 從子落下殘陣 至今生活無法離開輪椅 山東臨其猛人法律維權人士陳光誠 曾因關注當地暴力計生問題 並替受害者 維權遭受當地政府長期迫害和打壓 並被判處四年徒刑 2010年他雖然獲釋 但之後和妻子女一起遭到軟禁 2012年4月 他從被長期軟禁的家中出途到北京 並進入美國駐華大使館 他最終在2012年5月19日抵達美國 這一事件曾引起美中兩國的外交風波 陳光誠不久前 評論中國政府近年的生育政策時表示 中共為了需要調整所謂的政策 實際上就是朝令夕改 治標不治本 沒有一個長期的戰略性的考量 今天生了就犯法 明天不生又不行 當年要生孩子 沒有準身症 哪個醫院哪個單位都不能接 如果哪個幫忙接生 那就是觸犯了共產黨的大忌 就受到處分 這個實際上歸根到底 都是專制政權 隨意剝奪公民基本權利的一種表現 可視職員 如果你要逃避這幾年 也就能受到處分 那個人會有可能 在最終的批評 有什麼事 這本武器 還有最終時代 Provence 在賽劇院 我前面實在第一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